机器快速转动 短短一秒钟可以塑形两颗供丸 一颗颗圆圆胖胖的丸子 赶紧跳入水槽中 泡热水定型 台湾新竹的这家供丸工厂 每天可以生产2000多斤的供丸 口感Q弹多汁 有嚼劲的关键在于所选用的猪肉骨尾 新鲜值百分百的猪后腿肉是唯一选择 猪后腿肉的纤维质比较粗 制作出的供丸会比较有弹性 口感也会更扎实 削成肉片的猪后腿肉 搅成猪脚肉 接着重头戏登场 模拟手工的力道进行搅拌 这个步骤叫做雷粿 顾名思义 就像是客家雷茶一样搅动的动作 击溃猪肉的纤维阻值 让绞肉化成肉米 过程中加糖和盐 分离盐溶性蛋白质 当作天然乳化剂 把脂肪和水分融化 形成安定乳酌状态 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明星 打好的肉浆 非常粘稠 想要做出好吃的供丸 最重要的只有两点 第一肉要鲜 再来雷粿的技术要到位 因为每一批肉的纤维不同 机器得每天调教 雷粿完成的肉米 加上些许猪油 增加滑润口感 接着塑形变身 成为一颗颗小肉碗 过程中还得随时抽烟大小重量 保持一致品质 然后下流滑梯 进到水温80度的大浴场泡汤 80度水温搭配15分钟的熟成时间 就是实验多次得到的美味数字 小鲜肉从下水式的红通通肤色 逐渐美白 机械精准控制一批批的漂流速度 时间一到 大猪小猪落浴盘 就像是琴剑上落下的奔腾音符 供完熟成之后 接下来的吹凉冷却 填充包装 完全不假任何人之手 全用机器代劳 把可能的细菌污染机会全部割绝 如今在街头巷尾的各种火锅店和小只探 都会有供完这一样不可活缺的大配具 从纯手工供完 到不手工制作 与势俱进 无墨手成规 机器制作的供完音符 你就会继续在舌尖坛道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吃火锅食放不完吗